把他接在一起 这边就接起 这样子应该 应该OK 接在一起之后的话 按空白键结束 然后呢再用什么圆角 这边有个圆角是2 所以 R 2Enter 直接这边 这个 跟这个 做一个圆角 这边的话呢 再做一个圆角 是3 所以这边的话呢 R Enter 13 Enter 这边的话跟这边 就一个圆角了 这样就做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呢 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呢 它有一个5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画一条线段 这边的话就画过来 点一下 5Enter 5Enter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要画一个圆啦 那所以我们这边画一个圆 往下追踪多少呢 也是一样 因为它的半径是5嘛 所以往下追踪5 往下追5 再输入5 追5之后再5Enter 这样的话呢 就会画出这个圆 那这个圆 我只要半圆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可以先画一条线 因为 有一个60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再往下 这边可以先画一条线段 就刚好60 从这边往下 然后呢 输入60 Enter 是从中心点 中心 对 中心点 抓错了 这个要很细心 你刚刚看 看得很细 如果画错了就 后面的就 连锁 不过这条线 好像画错也没关系 因为最后主要是根据那个半圆的结果 然后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把这个部分 拆掉 所以这边我们要留下半圆的部分 修剪 按空白键 然后把这个 留下半圆的部分就好了 留这个 留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做环形 做那个阵列嘛 对不对 应该有七个 或者你用复制也可以啦 一直复制七次也可以 或者阵列 阵列会比较快一点 那阵列呢 你要考虑到 因为我们是 纵向的 所以纵向就是 行嘛 对不对 列的话 横向其实你可以看这边就知道了 那总共我要七个 七列 然后一行 所以 横向 就是 一个嘛 所以这边的话 七列 一行 那 如果是列有更改的话 你就要考虑列的偏移 列偏移就是说呢 我要从 这一点 移到哪一点呢 拿到这一点 就是它偏移往下的距离 那因为我要往下 所以一定是负的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一定是负 而且是负10 为什么 因为 这边到这边刚好是它的 直径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自己输入负10也是可以的 那角度的话是零度 零度 按一个确定 那选物件 选物件选它 选这个 按空白键 那这样的话按 确定 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再做圆角 那圆角这边有一个 1 1 然后这边也都1 所以有圆角 R Enter 最后呢 因为有很多个 所以 M Enter 多一个多重 然后直接在这边 我们就做出来的 好